全红禅成绩低迷 陈宇熙发挥不稳 周继红为何很淡定 陈若霖说实话 大家好我是老九 欢迎观看老九聊天 中国跳水队已经前往日本福岗参加世锦赛 不过在出发之前 中国跳水队的队内测试赛上 全红禅交出了大赛以来最差成绩 总分只有396.95分 足足差了陈宇熙37分 连续三个动作出现了失误 成绩低迷也让不少网友为他担忧 不止全红禅 陈宇熙随后的测试中 也出现了不小的失误 这也让世锦赛比赛的成绩堪忧 不过周继红却表现得很淡定 在采访的过程当中 周继红说运动员有些疲惫 所以出现一些失误 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但其实陈若霖说了大实话 首先第一 全红禅和陈宇熙都是非常优秀的运动员 实力发挥在经过多次大赛后 也是非常有经验有心得的 其次周继红对他们提出了新的要求 本次世锦赛曾经初期不易 战胜过中国跳水队夺冠的朝鲜队 也将再一次卷土重来 他们也报名参加了跳水世界杯 所以想要保障十米跳台的金牌 传红禅和陈宇熙的状态 就必须更好一些 周继红对他们的要求也提高了很多 最后对于两位运动员来说 这次的比赛也需要他们心无杂念 精力素质要更强硬 可以看到全红禅机场的照片还拿着零食 看起来还是比较轻松的 我们也期待他们能够轻装上阵 尽情发挥就好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